埔里天后宫环保妈祖文化节16号隆重登场 县府民政处长林启渝 立委马文军 议员林芳雨 陈怡君 书玉成 吴国昌 埔里政长廖志成都出席参与 管委会主委陈敬正邀请与贵贵宾一起开箱祈福 并以环保的方式点燃起码炮后 展开全城6公里的徒步绕进祈福 大批敬重随行 沿途民众烧香拜拜祈福 场面盛大 埔里天后宫是环保妈 所有的绕境的一个活动就是标榜的 就是全城都不燃鞭炮 用礼炮车来取代我们的鞭炮 也不焚烧金子 那全城大家都是同心其力一起做环保 那在整个活动过程当中 也会做好这个素食 那也不使用这个抛弃式的餐具 所以这样子一个绕境活动值得在南投县推广 那县政府也非常重视这样子的一个环保的议题的绕境 那希望从天后宫开始在全县各个寺庙 办理这样子的一个绕境活动都能以环保为主轴 作为一个环保绕境 作为全民的标杆 埔里天后宫环保妈祖文化节自106年起 已经成为地方宗教盛世 有鉴于采观大型宗教活动 常常因为需要燃放鞭炮 拜拜 焚烧纸钱 车队绕境 以及信众用餐等因素 对环境带来不小危害 该公基本着发扬妈祖慈悲气势的精神 以及响应政府环保政策 以地毯环保的方式 办理一经获得各界高度肯定 今天就是2024环保妈祖环保文化节 我们日南天后宫已经登记以来 每年的绕境都是用环保的方式 希望可以所有的炮竹 比如金针针针针 其实都是用环保方式 尤其也没有这种本手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文化活动的带动者 我们也希望除了绕境 可以比如我们国家平安 国家平安以外 我们也期待这样的一个文化的活动 可以把它蔓延开来 让大家都可以向新的 这些文化环保 大家一起努力 当天北港草天宫 以及入港护顺宫的北港妈 以及玻璃妈 也列领陪同天后宫的环保妈 一同绕境 并接受信众的祭拜 以及软教邸 佛光山清德市 惠隆师傅也率中华传统宗教总会 喜庆乐团前来共襄盛举 同时为了体恤年长者绕境辛苦 入港护顺宫还支援玻璃妈祖船 玻璃福德船 以及台湾牛等三台造型壮严画车 为此次的环保妈祖化解 增添更多亮点 记者黄中宁 不理政采访报道